深秋时节 在中国广东省茂名市云开山脉的沟谷间 一只平胸龟正在西间自在游走 它要赶在入冬前 找到一个有水流的石洞安全过冬 平胸龟主要生活在中国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地区 山上清澈的溪流中常能看到它的身影 它背负扁平 由于脑袋太大 无法缩进龟壳里面 所以人颂外号大头龟 别看它头大身小 一副憨憨的模样 却是中国淡水龟中最凶猛的一种 它的上下额沟区呈鹰嘴状 因此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 鹰嘴龟 寻找冬眠的场所 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旅程 它的目标是视野不远处的水域 没想到 这里竟被另一只同类结足先登 平凶龟从不做缩头乌龟 作为西建里的小霸王 它通常会选择主动进攻 先到的伙伴怒目原睁 张嘴欲咬 宣示着领地的主权 但它并不想发生冲突 转身潜入水中 另觅他处 进入水中的平凶龟 宛如游泳健将 指尖发达的脚谱和四肢的肌肉 让它可以在水中灵活游走 速度要比在陆地上快很多 走了这么久 实在有些累了 他决定趴在石头上 休息一会儿 这是它经常停息的驿站 清泻而下的水声 惊扰了平凶龟的美梦 为了舒服过冬 它必须再冒一次险 湿滑的石壁 加大了攀爬的难度 稍不留神 就会前功尽弃 它用指指尖的尖爪 牢牢地抓住石壁 不敢有丝毫松懈 经过不断努力 它终于攀岩而上 天色入木 平凶龟还未寻找冬眠的场所 而四处奔波 找到七身之地后 一直要等到来年 水温升到15摄氏度以上 它才会再次横行西渐